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超几何分配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超几何分配的期望值怎么计算的 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期望值的定义 期望值这个随机变数 就是x乘上它所对应的这个几率 那么这个所对应的几率 我们根据超几何分配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这边有一个大N还有一个小N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后面会用得到 底下是大N下面是小N 然后注意上面这两个相加 这个上面相加是不是也是一个大N 这边相加是不是也是一个小N 注意一下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了 这叫做超几何分配的期望值 好了有这个观念以后 来我们开始来进行的是计算 后面有一些繁杂 那各位同学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 就可以跳开这一个章节 不过这部分来说是一个计算能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来我们看看 首先我们把这个k跟这个x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展开 好各位同学请看 ck取x就是k阶层 k-x阶层 x阶层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x 我们试图要把它怎么样的去做对销 各位同学要对销了 那么对销了以后 这边就会变成了 销掉一个x 后面还有一个x-1的阶层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边就会变成了一个x-1的阶层 是不是看起来还是蛮乱的呢 对的还是蛮乱 没有错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把一个跟x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问题来了 我的目标仍然是希望 这个地方把它改写成一个超级和分配的形式 那么怎么做呢 这边是一个x-1 我们上面的话呢 也改造成一个加起来是x-1的形式 那么来继续写下去 请各位同学看啊 这边我们把k释出一个k 那这边就是k-1 我们希望跟它底下能够改造成c 能够符合原来的超级和分配的模式 提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c k-1取一个x-1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加起来 是不是就上面的呢 没错 来我们两个加起来 这个发现是什么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 发现是上面是n-1 上面是n-1 下面是小n-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仍然还不算符合 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把底下的 要去做一个修整 来我们看看底下的修整是怎么做呢 另y等于x-1 我们另y叫做x-1 这个地方把它写得整齐一点 y等于x-1的话呢 来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y 这边来说就会变成了 1-y 这边不动 这边的话呢 就从0到n-1了 做到这边以后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分成了上部跟下部 我们先看 先整理上部 上面的话 这边是n-1 减掉k-1 这没有问题 这边是n-1 减掉y 这个底下不动 这上面 这样写是让各位同学 看得清楚一点 n减这里 变成了大n-1 减掉k-1 我们发现这两个相加 是大n 这两个相加 是小n减一 好 分母部分 我们也要符合上面的要求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希望跟上面是一样 就大n减一 所以我们把n 提到外面去一个 小n 也提到外面去 我们的话 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改写成这样子的话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个原式 就会变成这样 来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 上面这是n减一 这里这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也是n减一 没错 底下是小n减一 这边相加 是不是也是小n减一 于是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超级和分配的期望值 如果说加一个sigma 这总合在一起 那么这边总合起来 就会变成了多少 这会变成了1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n分之小n乘上k n分之小n乘上k 其实我们说穿了 n分之k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在前面介绍 k是指的是 就像红球一样 这是总数 这k就是我们红球的个数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抽到红球的几率 所以它其实就是np 这就是我们的超级和分配的期望值的算法 那么是不是很麻烦呢 那么当然变异数就更有技巧了 那做法跟超级和分配的期望值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继续也算一下变异数 变异数我们利用一个技巧 叫做期望值用x乘上x减1 再加上这个 要求这个 为什么要求这个呢 因为这个跟阶层有关系 我们这样的算 先算出来以后 这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 这样的算法的话来说 我们就可以接近变异数 有点像是二阶洞叉的算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交到洞叉的观念 所以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算 好 我们先算这个的结果 这是x乘上x减1 那么当然我们先从这里着手起 这个着手这边就把它展开来 那么再下一步就是要用这个算式 去跟这个算式去做一个 对销 对销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缺两项 这边叫做x减2 这上面是一样的 这是k减x 这边都完全没有改变 那么再下一步呢 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试图的是 把这个后面的算式弄成一个超级和分配的一个标准模式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要当然就要去释出了两个 这边释出两个是为了要去搭配这个x减2 这k减x不能动 那这个地方来说是x减2 我希望加起来要上面 所以我释出了k减1 这边就变成了k减2的阶层 那么这边当然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我们不能是负的 那么再来就是编成了 这边就写成了一个组合了 但是这个还没有到的完美的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相加n减2 这边不是n减2 这两个相加是小n减2 那么这边也不是小n减2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些修整 然后我们另y的方式 让各位同学看得清楚 我们另y等于x减2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弄成y 让各位同学看清楚一点 那么如果说y是x减2 那原式就会变成了 这里是y的话 这边是n减k 那这边就变成了n减掉2加y 因为x就是2加y 好我们看看楼上的部分 就是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 n减k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这就是n减2减掉k减2 我们看到这边 它为了搭配这个 好那这上面应该是完成了 再来的话 n减2加y 就是变成了n减2减y 没有问题 这两个相加 就是n减2 没问题 所以上面已经形成 就是我们把它塑造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下面 下面我们希望通通都把它改造成 n减2 小n减2 好我们看看分母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 这边我希望把它改造成了一个 n减2的阶层 这边就释出了一个n乘上n减1 那么这边来说 小n当然也要释出两个 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 才能够符合的是 大n减2 小n减2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做一个合并的动作了 这边我们放好了以后 分子的部分也准备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算式 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这边的话呢 因为是分母 所以我们放在分母 这边要对调一下 上面一个小n在上面 大n在下面 那这个是我们的分子的部分 然后这边 这是一个标准的完美的模式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大n减2 这边写对销 这两个相加 小n减2 这边是n减2 这n减2没有问题 这个总和在一起 这就是 几率分配的所有的几率的总和 当然是1 所以这个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但是还没完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样 我们要知道 这个变异数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刚才我们不是算的是平方的期望值 我们算的是x乘上x减1 那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x乘上x减1是我刚刚算的 这边还要再补上一个x 再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好 现在我们把它分开来 这是刚才算的 这是要再加上mu 减掉mu平方 那么我们把它套进去了 刚刚算的是 这一堆 n乘上n减1 k乘上k减1 大n乘上大n减1 这看起来非常的整齐跟漂亮 那么再加上mu mu就是大n分之 nk 这边是减的 减掉这个 这个的平方 来减掉这个的平方 好 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发现 分母 分母的话是有n平方 也有n乘上n减1 我们来进行一个通分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把它分母都把它统一了以后 分子这边还差的是一个n 我们要乘上一个n 这边要乘上一个什么 这上下要同乘一个n乘上n减1 那这个呢 要乘上一个n减1 好 我们就这样子做 这边来说是乘上一个n 大n 这边来说 我们乘上一个n乘上n减1 n乘上一个n减1 这个我们是乘上的是一个n减1 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是怎么样 都有一个nk n平方 k平方 能够把它一起提出来 就先提出来 这边把它展开来 这边它很无奈的 这边它计算来说 比较麻烦一点 这边是nk 这边乘开来 减掉n减掉k减加1 这里是n平方减n 这边是n平方减n 这边是nnk 都是展开来了 看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以对销的 有耶 可以对销 来我们销一下 看一下啊 展开来了 看了啊 这边是不是拿掉 这边来说的话呢 是减n 这边有加n 我们可以发现 还剩下什么 还剩下的是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来我们整理一下 剩下来的这个 我们把n平方 n平方把它写出来 写在前面 这个地方来说 n提出来 这是n加k 这里最后一个是nk 我们发现什么 它可以十字交成 我们发现 相乘是后边 相加是中间 这边都用减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所以上面可以变成了一个 十字交成的方式去处理 然后我们可以展开来 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十字交成 大n减小n 大n减小k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是什么 这是 n减n 这边是n减1 放到最前面 小n留着 这为什么要写成蓝色的呢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p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原来的q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写 这是p 这是什么呢 1减p 那就是q 所以超几何分配的变异数 我们发现 它跟二项分配的变异数 很像 它是npq 在多乘上一个 这个算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 有限母体的一个 校正的因子 npq 在乘上这个算式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超几何分配 期望值跟变异数的证明 这也是一个传统算法 同学只是欣赏一下 推导的过程 那么对于我们的计算能力上来说 是有帮助的 但是基本上来说 这个应该不会拿来去测验同学 看考考你们会不会推导了 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很麻烦 那么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介绍一个洞差的观念 这个算起来就简单多了 利用洞差的观念来算 期望值跟变异数 容易很多 但是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唯一分的基础 那么现在我们再次的去讲了 这个超几何分配的期望值 是NP 那么超几何分配的变异数 各位同学知道吗 NPQ 前面要补上一个大N 减掉小N 这里是大N减掉E 当N很大的时候 这个会不见 这就是趋近一 它就会跟什么呢 跟二项分配 是非常接近 这就会是非常接近的